这两天台湾公开了一张照片 动用了联合情侦手段 从空中和远程雷达中捕捉到了山东舰的图片 很多人就奇怪了为什么照片会是黑白的 一度怀疑这是二战时期的侦察水平 但事实上这是远程航空侦察照片 合成孔径雷达在拍摄目标时本身就不会追求色彩 因此看上去像是黑白照 照片看似距离很近 实际侦察距离很远的 可能距离山东舰数十公里或上百公里 此次负责侦察山东舰的就是RF-16战机 隶属于空军第401连队第12中队 这支中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踪监视台湾海域附近的各种战斗机与军舰 所谓的RF-16其实就是RF-16战机的战术侦察机型号 主要用来照相侦察 目前还不清楚RF-16战机是在何种距离上拍摄到山东舰的 但是这个距离应该不会近 因此图片看上去就有些模糊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台湾战术侦察机的那些事 70年代以来 台湾空军主要由RF-104G侦察机来承担战术侦察任务 后来RF-104G计划在1998年将F-5E改装成RF-5E 尽管汉翔航空极力争取这项改造计划 但空军依旧将计划交给新加坡航语公司 改装工作于1996年完成 并于1997年8月份在台中清泉港机场首度公开展示 隶属空军第四侦察机中队洪湖中队 RF-5E与F-5E相比 主要拆卸了雷达 机头增加了50公分 配备可见光的KA-95、KA-97照相机与RS-710红外照相机 另外在座舱下方还加装了900型D型对比摄像机 座舱内部将雷达显示器全部拆除 换成900型摄像机的监控屏 但由于F-5E的飞行速度与爬升率比较低 所以主要负责中低空光学和红外侦察任务 然而对于当时的台湾来说 RF-5E也只是一种过渡机型 因其在能力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空军还是希望能将F-16改装成战术侦察机 在90年代的时候 洛克马丁公司为F-16量身定制了机载战区照相侦察系统 多用途夹舱 2002年台湾空军启动了凤眼计划 从美国采购10具TARPS多用途侦照夹舱 其实为了换装和接收这款侦照夹舱 台湾在2000年就派出一批军官 前往美国接受训练 空军第401连队第12中队 在京市案和京进案倾斜政策扶持下 根据凤眼专案的安排 将10架F-16A-B战斗机改装成RF-16战斗侦察机 充当台湾空军的战略侦察力量 后来在2003年10月份台湾一架RF-51侦察机 失势坠海后 空军认为其侦察能力严重不足 于是和美国协商后决定加快换装步伐 2001年在TARPS多用途侦照夹舱到货之后 空军开始对10架F-16A-B进行改装 将其改造为RF-16战术侦察机 这些侦察机长期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基地进行培训 就连纪委编号也采用美国制式 完成训练后 这批RF-16战术侦察机转驻台湾花莲基地 并开始挂载自美国运抵台湾的侦兆夹舱 在F-16机群的掩护下 进行了特定目标的侦察训练 前两年台湾启动了奉战专案 将空军现役F-16A-B升级到F-16V 大幅提升了战机作战能力 但却发现经过升级后的F-16战机部分功能 无法与侦照夹舱兼容 于是在2022年送到了美国原厂进行调整 日前已经返回了花莲基地 并首度完成性能测试 近期将恢复战备 再度担任监控侦察周边海域的任务 3月31日上午 花莲地区持续大雨 当天上午所有训练科目都因能见度不佳而取消 但经过升级后的F-16V 仍按照原计划进行性能测试 编号分别为6709-6652 其中6709挂载具高度敏感性的真照夹舱 6652则在旁全程观测记录 调整性能后的真照夹舱 虽然已在美国的F-16V型战机完成测试 但因美国和台湾的环境因素差异甚大 空军慎重起舰决定再进行实战化性能测试 当天空军还派员搭乘专机前往全城市岛 确认性能符合需求后再重新执行真照任务 在落地的时候还不断巡视跑道的积水情况 并由塔台提醒周边的雨势和天气状况 挂载真照夹舱的6709顺利落地 紧接着6652也平安降落 在地勤人员检视后再缓缓驶入捧场内 进一步检视全程测试及真照成果 台湾高层透露 真照夹舱因F-16V战机性能提升后 在界面线路等方面出现无法兼容的状况 因此送回美国洛克马丁原厂调整检测及提升性能 这次的测试虽然天候不佳 但正好检视在恶劣环境下的使用状况 初步已达成预期的目标 进机内就可重新派上用场 担任对敌的真照任务 RF-16所装备的机载战区照相侦察系统多用途夹舱 是一种高分辨率中空全天候监视系统 由挂载在F-14战机上的战术真照夹舱系统发展而来 装备有KS-87B前视照相仪 KA-99A低空全景照相仪 ANA-D5红外照相仪 以及卫星定位系统GPS等 与传统真照夹舱相比 TARPS夹舱具备更高的及时性 更低的支持成本 以及更高的操作能力 从1998年3月开始 第一个TARPS真照夹舱 在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F-16联合试验部队进行验证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首次将TARPS搭载到F-16C战机上 进行空地侦察任务 2003年到2008年期间 美军对其不断进行升级 并最终在接入先进宽带记载信息传输数据链路之后 弥补了最初不能实施传输图像的缺点 用固态记录器代替磁带记录器 是TARPS真照夹舱的另一个重大升级 可以在完成任务后 从盒中取出记录器的可移动存储模块 然后读取显示和存档其他图像信息 夹舱也能提供高质量图像 数字图像也结束了耗时的失魔显影的需求 相机每秒可以拍摄2到3张照片 并将单幅图像发送到可以存储12000张图像的记录器 同时远程数据链接功能 可以将图像从TARPS实时传输到近地终端 或者是任何其他兼容的地面接收设备 作为实施作战信息运用 在装备时 TARPS真照夹舱会安装在F16机腹挂架位置 以便照相设备可以取得最好的视角 在验证测试阶段 美国曾在TARPS夹舱内 安装多种不同组合的照相侦察器材 使得F16能够同一任务中 执行多种照相侦察任务 台湾空军启动的凤眼的计划中 最主要的设备就是ANVDS LORPA EO长焦斜式相机 拍摄距离达到74公里 能够侦察非常广的海域 据说只要天气状况良好 侦察范围甚至能涵盖整个海岸 在夜间或者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换挂红外扫描设备 执行侦察任务 升级夹舱来拓展战机的任务弹性 是目前各国空军的普遍做法 比如美军装备的F14战机 最早挂载的TARPS战术空中侦照夹舱 用来执行光学和红外侦察任务 之后升级为数码照相机 实现了实时传输数据 台湾空军所装备的ANVDS5 LORPA EO长焦斜式相机 当在今天已经有些落后了 首先其不具备昼夜全天候侦察能力 夜间基本无法进行照相侦察 特别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同样无法进行侦察 其次只能拍摄黑白照片 而且图片分辨率低 画质差 即便能够拍摄到 也难以分辨照片上的目标细节 没有办法识别伪装或者假目标 台湾空军凤眼飞机的飞官 曾直言不讳地表示 他们更喜欢使用传统的胶片相机 因为凤眼夹舱的图像质量 无法与胶片相提并论 最后一点就是 侦察距离比较近 而现代防空系统的射程越来越远 这就使得RF-16战术侦察机 在执行任务时 难以拍摄到纵深地区的目标 同时RF-16也无法满足远程武器攻击前的目标确认 以及攻击后的战果评估需求 稍有不慎还会遭到敌方防空系统的打击 战场生存能力堪忧 所以近些年来 台湾空军十分渴望能为RF-16装备更为先进的征兆夹舱 而在2020年美国批准的军售中就有台湾空军最需要的 2020年10月份 美国批准三项对台军售案 分别是海马斯火箭炮 AGM-8H斯拉姆1R空地导弹 以及MS-110征兆夹舱 毫不夸张地说 美国对台军售的武器中 MS-110新型征兆夹舱 非常符合空军的需求 此次美国共出售了6具MS-110夹舱 以及相关的三个移动地面站 一个固定地面站 零备件 维修部件 系统支持 设备 人员培训和后勤支持等 总价值3.672亿美元 在美国开始装备MS-110新型征兆夹舱之前 美军F-16配备的是DB-110征兆夹舱 是由雷申子公司 科林斯空调公司研制 可以通过数字化实时侦察系统 利用电光 红外传感器 昼夜捕获图像 并且可以实时传输给地面分析人员 也可以从座舱显示屏上查看 使得飞行员可以根据任务期间 侦察到的情报验证目标 并重新分配任务 DB-110征兆夹舱舱 是第一个提供远距和近距光学元件 分别支持远距和穿透任务的 Lurper传感器 而此次为台湾提供的MS-110 同样由美国科林斯航空航天公司 研制开发的 是在DB-110基础上研制的 并对其进行了不少改进 具有多光谱 全天候 拍摄距离远 图像分辨率高等特点 光谱范围涵盖了可见光 紫外线 近红外线 短波红矮和中波红矮普段 尤其是在短波红矮上 能够大幅改善对烟尘雾霾的透视能力 可以昼夜全天候执行侦查任务 其拍摄的高画质多光谱图像 要比凤眼夹舱黑白图像表现能力更加丰富 能够更好辨识目标细节 伪装以及假目标 MS-110征照夹舱提供的 同步多波段图像采集 是一种新型电光识别系统 可以促进目标识别 变化检测 伪装 隐藏和欺骗 检测和海上沿海监视 能够与DB-110进行无缝集成 能与多种空中平台兼容 包括F-16 F-15 F-A-18 台风 以及阵风等有人战机 也包括MQ-9 收割者等无人机 MS-110夹舱中的携式相机 采用了最大焦距达到2794毫米的变焦镜头 可以在12000米高空 距离148公里范围内进行侦察拍照 每小时可对2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进行拍摄 将能大大提升RF-16的侦察能力 当然 实时回传已经是侦照夹舱的标配了 不过这次台湾只采购了6台MS-110侦照夹舱 只能提供6架RF-16换装 剩下的4架RF-16将继续使用凤眼夹舱 在换装方面 MS-110也不需要对RF-16进行多少改动 而且与凤眼夹舱一样 RF-16在挂载MS-110之后 仍然可以挂载AM-120 AM-9等空空导弹 具备很强的空战能力 这样也就大大提高RF-16 在遇到敌方战机拦截式的生存能力 凭借这款新型侦照夹舱 台湾空军的侦察拍照能力 也将大大增强 你们觉得 未来台湾会不会采购更多的MS-110侦照夹舱 毕竟6架RF-16还是不够用的 在经过升级后的F-16V 在装备MS-110之后 又能提升多少性能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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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